好,首先的話,今天的話,我們來接著來看 請各位先開啟那個雲端部分 那雲端白板裡面的話,大概有幾個比較重要的 第一個當然,連結部分的話,在這邊官網 那另外夜神,請各位自行再把它安裝起來 那接下來的話,上個星期我們主要是做了幾個比較重要的練習 包含就是說那個有關 所以這個前面做過的東西 請各位也許想想看,可以跟你未來要做的東西可以做銜接 那上個星期的話,我們主要是做那個判斷年齡 那當然,未來你們在做APP部分 可能可以分幾個階段來思考 第一個的話,就是介面部分 那介面上面需要怎麼去放 比如說當然呢,我們如果不要求那個美感經驗的話 其實就長這樣,其實長這樣其實相當醜 因為上面其實你會發現就是一個字 這個是標籤嘛對不對 然後底下的話就是讓它輸入 輸入的話就是那個文字輸入盒有沒有 這個是 然後呢,底下這邊有文字輸入盒有沒有 然後再來這邊按鈕有沒有,這按鈕在這裡 那再來底下其實有兩個東西 一個是標籤啦 就是這個是一個標籤二的部分 那顯示結果在下面 所以是一個一個一個區塊 那當然呢,我們現在目前是由上而下慢慢把它鋪成 不過呢,未來其實你們還可以再結合什麼 結合那個什麼,可以水平放嘛 可以放在右邊,有沒有 那這個部分我想請各位就是自行再去做一些變化 那其他的話還有什麼顏色部分 試著顏色啊,背景顏色這個自己再去調整一下 反正做出來盡量喔 就是不要讓人家覺得說醜醜的 甚至呢,你在那個什麼 這個畫面上面有沒有 其實可以做一個底圖啦 有沒有這個底圖,我們原來是白色嘛 那你其實可以在這上面做個底圖也OK喔 然後再來的話,程式部分喔 我們其實分成兩個部分來完成 其實這個地方,程式並不複雜啦 不過重點就是做一些邏輯判斷 那邏輯判斷的話第一階段喔 我們是把它怎麼樣 把它做那個,第一階段喔 我們是二分法 就是說呢,如果他是小於18歲的話 那表示說他是什麼 他是未成年 那反之的話就是成年 OK,程式該如何撰寫 所以以後的話,就是類似 把那個程式寫出來喔 大概就長這樣 OK,你就切到那個程式部分 那首先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就是說 這個地方呢 該怎麼寫這個程式 其實我是覺得 像APP Inventor 現在的趨勢就是所謂No Code No Code的話就是不需要寫任何程式 那但是你可能要慢慢還是要習慣這個程式邏輯啦 那如果可以的話 以後如果寫成程式 你也可以寫得出來那更好 像這個VPA以前我們學過的時候 其實喔,VPA寫法也差不多 只是說它變成程式嘛 那一個是有點像拼圖喔 那首先的話這個程式大概有哪些比較重要的 首先的話第一個喔,各位可以看到 上面喔,會有一個所謂的變數 這個變數的話呢 名稱叫做年齡好了 或者這樣你可以給它其他名稱 叫H也可以啦 那我發現的這個變數名稱呢 它可以用中文的 你也可以用英文的 那後面的話 你會發現它拼一個什麼 拼一個數字 也就是說啦 這個寫出來 假如說你用程式來寫喔 你可以寫H等於0 那這個時候呢 就產生一個變數 那這個變數主要是用來做什麼呢 就是可以暫時存放一個資料 那這個資料的形態的話呢 就是一個數字 那所以底下再來就是喔 當…欸,特別注意喔 當的話就是說 我們哪個物件 就畫面上面哪一個物件被點選 就是按鈕1有沒有 那我做底下的動作 特別注意這裡的話呢 就是有個邏輯判斷 主要邏輯判斷在這裡 這個區塊 好 如果 則 做什麼 否則 做什麼 OK 那當然的話呢 首先我們會做一個邏輯判斷 那判斷是什麼 就是它我們要輸入一個年齡嘛 所以呢 我們 首先會輸入假設啦 它會跳出一個畫面 然後上面可以請 就是請輸入年齡 那我們就是 把年齡輸入上去之後的話 那這個年齡就是放在哪裡 放在這個年齡點文字裡面 那我們把這個年齡點文字 把它再傳到這個變數裡面 OK 不過你們其實也可以試看啦 假如說你沒有把它放在變數 直接放在這邊其實可不可以 理論上應該是不可以啦 為什麼 因為這邊是文字 那這邊是數字喔 所以丟過來之後 利用它來判斷 那怎麼判斷呢 如果 所以後面這個地方會是一個邏輯判斷 邏輯喔 什麼邏輯 你輸入年齡呢 是不是小於18 如果是的話呢 那我就顯示未成年 未成年的話就是把 所以你會發現這邊是設喔 有沒有設定什麼 也就是說在那個結果那個標籤裡面 顯示什麼 顯示未成年這兩個字 那反之的話呢 就是設定成年 OK 大概邏輯判斷大概這樣 那在寫App裡面喔 這個邏輯判斷非常的重要 因為如果你不會 邏輯判斷的話 那很多會顯示是錯誤的啦 OK 所以大概程式上的部分 大概說明一下喔 那所以呢 我們可以看到 假設輸入10 那輸入10的話呢 這個10呢 基本上喔 我們就會把它填到哪邊 填到這裡對不對 然後再把這個10的數字呢 丟到這個變數裡面 那這個變數的話呢 再跟這個比較 有沒有小於18 有嘛對不對 就是執行未成年 所以顯示出來的話 就是未成年 但是如果你輸入20的話 比如說20 20輸入上去 然後丟給這個前面變數 那變數再跟這個比較 這個有沒有小於18啊 答案當然是沒有 沒有的話就執行下面的 所以要有那就執行上面 沒有就執行下面 大概邏輯是這樣 應該可以理解啦 所以請各位 一定要務必要熟悉 這樣的一個程式撰寫 應該各位可以 比較能接受這樣的拼圖吧 如果叫你寫程式的話 我看應該很多人 會覺得非常的不能接受 所以呢 這個當然 這個地方 可能未來也許文學院 或者是說非資訊相關科系 會不會將來開發 就是走這個方向 就是不要讓你寫程式 然後呢 就是先用拼圖方式來教你 恐怕可能會比較能 或者是小朋友啦 所以喔 那個小朋友現在學的那個什麼 Squid有沒有 他其實就類似像這樣 也是拼圖式的 好像小朋友就特別能夠接受 所以未來喔 我是建議啊 如果你對於那個小朋友的那個教學 有興趣的話 其實有一塊很大的市場 就是小朋友的程式設計 這個部分的市場 那如果你可以把 類似像這種 App Inventor啦 或者是這個 這個像什麼 這個啊 Suite 那個 這是拼圖式的喔 就是程式 把它熟悉之後 我想之後會有蠻多類似的機會 那也就是說 你也可以去教小朋友這些東西啦 甚至我在想說 是不是可能把 像是那個寫錯文這個部分喔 把它融入進來 也就是像 有沒有可能就是說喔 那個什麼文章自動產生器 有沒有 比如說我今天想要寫什麼 然後呢 我就可以透過類似像這樣的程式 然後自動判斷 自動亂數產生 然後可以把文章寫出來 而且喔 還完全沒錯誤 然後呢 又非常有道理 我發現喔 我這樣的想法喔 其實 不是說沒有人做 而且已經有人做了 我上次在 有一個網站上面喔 就發現了 類似像這樣的一個網頁 然後網頁只要輸入說 我今天要寫個作文 我把作文題目打上去 它居然就自動寫一篇文章 而且喔 你 它還不只一篇喔 它可以你再搜尋 它又換了另外一個內容 那我想說 應該不會寫得太好吧 結果沒想到 我非常意外 哇 寫出來的東西 居然其實如果 我來改作文 我一定會給它很高的分數 因為它完完全全符合 那個就是說 以前寫作文的那樣的要件 比如說論書文可能是起承轉 它都有 而且還有結論 而且結論還下得超好的 它最後結論一定說 孔子說 笛卡爾說 什麼蘇格拉里說 反正一定要是 很有名的聖人講過的話 然後最後結論呢 一定要講得很光明談話 哇 簡直是非常厲害的一個 這個作文產生器 所以以後的話 真的 到底是不是需要 怎麼樣做的一個標準 當然這個可能還是值得思考 所以其實現在這個 人人學界最麻煩的地方 就是很多地方不能量化 有沒有 那不能量化有個缺點 就是說 沒有辦法特別的去評量 那變成學理工的 他們喜歡用量化 就是數字 所以你會發現 好像什麼 現在高中 考高中好像是 那什麼 那個叫 不是 叫什麼 學測 不是學測是大學 會考 對 會考的作文 其實它就是用 一二三四五 它就是五分 反正你的作文就是 最高好像是不是五分 我忘記了 是 六分 對 它最低的話是 零分 可是問題說真的 這樣好像感覺就是 把六分法 不是七分法 還有零分 那這樣到底 到底這個評量 是不是能夠真的 就是 篩選出 學生應該有的標準 那其實你要六分的話 說真的 反正應該有固定的標準 比如說字數應該多少 然後 它的筆記應該怎麼樣 然後呢 它的段數怎麼樣 開頭 結尾應該寫什麼東西 它其實有固定的寫法 所以如果學生要拿高分的話 反正就把這個標準 把它記熟 甚至有些 用 把一些文章 把它 背 我是覺得就是說 你可以把它在外記一下 然後考試把它寫出來 其實應該就可以拿高分 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 像我以前 我回想以前 我那個大學考一六所的時候 我真的就是背了一堆東西 所以考作文的時候怎麼寫 反正就是我剛剛講的 把一些什麼什麼人講的 把它寫一寫 然後再敘述它為什麼寫這個 講這個東西 所以我記得我一次去考作文的時候 我可以在 一百分鐘裡面可以寫一萬個字的作文 反正呢 背了一大堆 全部都把它寫出來 OK 好,那這個上個禮拜部分 再來的話呢 我們要做個變化 就是說呢 如果我今天要把這個邏輯 改成不是二分法 可能就是又多了一個 針對那個成年部分 把它劃分成三類 一類的話 就是青年、壯年、老年 好了 這個部分的話 好像上禮拜有請各位再做一下 其實 主要呢 就是怎麼樣 各位有沒有發現 最大的變化在哪裡 就是本來是if 然後 if做什麼 這個為true 那如果說呢 我們今天呢 假如說 要把這個地方多改三種 看這樣 不是應該 不是這裡 應該是下面這個 下面這個 成年部分 把它改成三分的話 那當然最重要是在這裡 這邊有一個齒輪有沒有 齒輪部分呢 你可以再增加 如果 否則 如果否則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改完之後 最後的結果 應該還有印象吧 就是 在這個地方呢 增加就是 如果它這個 前面這個未成年沒改 這個地方沒動 有變化的部分 就是說 多增加這個 否則 如果 否則 有沒有 也就是再增加兩個 那一個的話呢 就是青年 一個是壯年 那本來 否則 原來是成年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老年 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 可能要特別小心 這個大魚跟小魚 因為上個禮拜我印象中 我好像放錯方向 所以得到的結果 像我同學一書 奇怪 怎麼那個 應該是青年的 就會顯示未成年 應該是壯年 還是顯示未成年 為什麼 因為卡彎我記得 我這個邏輯 也有擺錯方向 所以你們特別 要小心一點點 那也就是增加什麼 增加這兩個 所以增加的方式 其實就是從這個齒輪裡面 去做設定 那設定的方式的話 基本上就是再加兩個 拖拉過來 然後再增加什麼 如果它大魚等於18歲的話 那還有小魚等於30歲的話 而且這邊是魚 這個邏輯 記得不能是用貨 如果你用貨的話 變成兩個同時 不是兩個同時 其中一個為處 就為處 所以這個條件 也要為處 這個條件也要為處 這樣的話 它才會是青年 所以什麼條件呢 它必須大魚等於18 而且它必須小魚等於30 那就是青年 反之另外一個 如果這個假設它跑了 比如說我今天輸入一個什麼 輸入一個50歲好了 它可能就是 這個是不是 不是跳過 這個是不是 50 不是 那這個是不是 跑到這裡是 那就壯年 它就把最後的結果給輸出了 那再來的話 最後我們就是再加上圖檔 所以最後那個 我們上個星期 就是在增加那個圖檔練習 那圖檔部分的話 其實就是 在每一個邏輯的下方 增加應該顯示哪一張圖 也就是說呢 在我們那個畫面上面 增加一個圖像一 就是可以放圖的部分 那我記得 我是把它的寬跟高 設定為那個填滿 就是整個 把它弄到最大 那底下的話呢 就是最後 如果是未成年 我們就顯示第一張圖 然後其次 青年就是第二張 第三張 第四張 那一直在推 就可以把這個結果給做出來 所以分成兩個部分來完成 然後其他的話呢 當然你們可以再做一些變化題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請各位就是稍微改一下 如果根據那個WHO的一個 這個規範 那當然呢 就跟我們剛剛的那個邏輯不太一樣 它這個地方規範的好像就是 就是把那個什麼 青年人 哇這個範圍變得很大 18到65是青年 欸 中年的話呢 是什麼 哇 六十 六歲到79 是中年人 所以現在中年人是不是延後了 等於是現在可能大家都蠻長壽的 然後老年人變成到99歲 然後長壽老人就100歲 其實就人類啦 OK 所以 哇 你要活到65歲才會變中年 所以我現在還離中年還蠻遠的 OK 感覺好像突然變年輕了 OK 所以WHO是不是覺得現在應該 每個人都很健康 好 那這個標準的話也許 你們自行再去把它變化一下 另外的話呢 請各位再試著寫一個程式 如果我今天希望把剛剛的判斷年齡 改成判斷成績的話 那我希望呢 如果輸入那個就是100分到80分 幫我顯示A 而且這個A可能大一點吧 如果輸入成績 所以請各位自行再變更一下吧 這個也許是額外練習題 想想看 就是說如果我今天想要做一個判斷成績的練習 然後呢 當然呢 你可以把什麼 請輸入年齡 改成請輸入成績 然後裡面的話呢 當然你就是讓它輸入 如果它的成績 就是100到80就A 然後B C D 這個地方該怎麼改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當然你可以怎麼 直接拿之前程式來改 應該就OK了 改的地方其實也不大 主要當然就是把這個什麼 輸入的成績 這個把它改成成績 輸入的話 當然你就可以把這個區間邏輯 稍微改變一下 請各位試練習看看好了 試著再寫一個判斷成績的程式 來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